中韩两国今天在北京宣布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实质性谈判 根据两国之前的协议中韩FTA的目标是减免双方百分之九十的产品关税 尽管目前还没有公布协议内容以及降税的清单 不过预定在今年底前就要完成签署 明年正式生效的中韩FTA将直接对台湾的出口造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韩国总统普景惠 双方共同宣布中韩自由贸易区FTA实质性谈判结束 达成一致共事 根据谈判成果中韩间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 将超过岁目百分之九十 贸易额百分之八十五 韩国经济成长可望增加百分之一 韩方希望预计今年底完成FTA的签署 而十号的谈判结果 确定将稻米排除在协定之外 这代表韩方为了保护本国农业 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获得中方浪布 到目前为止 韩国已经和世界前三大经济体 美国欧盟和中国达成FTA谈判 由于台湾和韩国的出口产业结构雷同 如今中韩签署FTA 后发限制 势必将对台湾的出口 造成极大压力 记者陈嘉欣 陈昌伟